我国大规模放宽防疫措施一个月 每天的确诊和重症病例成为了是否进一步解封的一个指标 不过最新的调查却发现尽管措施放宽 大部分国人还是保持户外戴口罩的习惯等 这是否是让目前的病例数维持在低水平的其中一个因素呢 随着大数据新势力通过数据分析 探讨新加坡是否是时候完全解封 本地防疫措施开放程度又如何影响经济复苏步伐 把时间交给李婷 防疫措施大降级一个月 我们先来看看确诊力的趋势 过去一个月本地冠病确诊力稍微的增加 而且出现了多个起伏 和去年11月放宽措施后病例成下降趋势的情况有所不同 专家认为这次开放的幅度大许多 病例增多是预料之内但增幅仍偏低 重症病患还是保持在低水平 我国95%的高疫苗接种率 加上估计一半以上的国人已经受感染 增强了群体免疫 以我们的一些模型数据来看的话 其实真正受感染的人数可能比这个确诊病例还高出一倍 就等于是不是120万可能是250万以上 如果250万的人的话 就等于是新加坡50%以上的人已经曾经受冠病感染过了 有很多受感染的人并不会反映在我们现在的官方数据里面 数据组也和国际民调机构YouGov合作 在措施上个月进一步的放宽后 针对约1000名国人进行了一项调查 结果发现尽管措施放宽 国人还是谨慎防疫 调查发现在聚会人数不再受限的情况下 只有约两成国人参与超过10人的聚会 55岁以上的受访者最少群聚 更有近两成只和同住的人聚在一起 同样的尽管户外不再强制戴口罩 还是有约一半的受访者表示 在户外仍继续戴口罩 当中55岁以上的人更偏向这么做 祖屋区的商店胡角基 巴士站 公园 那这些其实都是户外地区 不强制戴口罩 不过按照我的观察 大部分人依然戴着口罩 主要的原因是要严防病毒 不过也有不少人说 两年下来戴口罩已经成为习惯 那国人在疫情的防疫措施放宽之后 依然保持谨慎 这是否意味着 目前的确诊病例数字 无法真实地反映 我国在松绑后 疫情的真实情况 假如我们说现在全部人都不戴口罩的话 我本身是觉得肯定会有更多人受感染 因为在有些是重复的感染 因为那样在一个特别是近距离的一个沟通 或者交流的方式 不戴着口罩的话 受感染的风险其实是比较高的 我们再来看看国外的情况 韩国和泰国等亚洲国家同我国相似 都是逐步解封 两国都是在病例较高时期 推出松绑措施 之后病例都有所趋缓 韩国在病例下降之际 再进一步松绑 英国和美国则是采取较果断的 大规模防疫措施放宽策略 和新加坡一样 他们都选择在病例高峰之后 大松绑防疫限制 美国在奥密克戎掀起的一波高峰后 在2月底让70%的人无需戴口罩 病例没有激增 反而呈下滑趋势 英国是在今年2月底解除所有的防疫措施 病例接下来一个月有所上升 但是到了4月开始下滑 借鉴于此 加上新加坡拥有更高的疫苗接种率 是不是时候完全开放 群体免疫可能逐渐的冲淡 时间长了 我们打的疫苗可能开始慢慢的失效 我们必须接受 接下来的日子 在新加坡受感染的数据 肯定会有一种高低起伏的现象 主要的是心理的状态 逐渐的放宽的时候 我们让人民觉得疫情还是存在的 还是必须保持一种警惕的心态 假如我们直接说一次性放宽到完 像某些国家的话 你给人民的心态就是说 关闭已经不存在了 专家也表示 措施的放宽力度很多时候 都需要在公共健康和经济上取得平衡 要了解本地的经济复苏力度的 其中一个方式 是通过分析开业和结业公司的数据 不过在阻断措施期间 多数实体店也暂时关门 但却有更多生意注册开业 零售业数量翻倍增加 尽管结业数量也有所增加 不过幅度不大 专家认为这是因为不少的商家 在这段期间进攻会是转战网络市场 到了去年5月 群聚人线再次收紧到了5人 新开业的零售商减少了 措施的收紧也导致更多的商店结业 一度增加100家 过去两个月甚至超越了 新开业的商家数量 尽管上个月已经进一步的松绑 这个趋势仍没有好转 零售店家不增反减 专家认为利率的增长 加上通胀会给一些业者带来营业压力 不过顾客在接下来几个月将会回流 给零售生意打强心针 有望看到更多人开业 最近这两个小假期里面 人们已经开始各种出国旅游 还有各种在商场消费 我们可以看到人潮 已经重新回到商场 这个过去两年所积压的需求 需要一段时间来慢慢释放 所以未来几个月 或者到一到两年之内 是经济会有一个爆发式的增长 餐领业方面也有相同的趋势 阻断措施一开始呢 开业数量小幅度下滑后就扭转上升 相信同样是更多人进攻网络市场 而阻断措施逐步放宽后 增长势头持续 同时呢 结业的餐领业也越来越少 来到了去年五月 唐食人数限制从八人捡到了五人 这导致呢 更多的餐领业者结业 想要开业的人士也望而却步 直到上个月 政府进一步的解封后 市场回流促使呢 更多人开业 但是结业的人也同时多了 专家认为 这可能是因为不少的网络生意 因竞争过于的激烈 开始退出市场 疫情期间 外卖就是主力 最佳素食馆线上营业额 占了45% 但是如今防疫措施放宽 实体店的占比逐渐恢复 线上营业额则减少到 只占10%左右 业者计划把主力 重新投入店面的生意 有很多新的客户群 是在疫情的时候 通过线上认识我们的 当大家都可以恢复汤食的时候 他们也更愿意来我们的设计店 享用美食 人潮量已经恢复到疫情前的100% 在疫情的时候都不能有汤食嘛 所以我们的扩散计划一直都会有这个局限 重新启动是在去年吧 接下来的每一年 我们预计会一到两间 在过去两年 这个平台爆发期 有很多人 很多企业加进来 但是可能经过两年的经营 他们发现这个网络平台 并不是很适合他们的公司 他们这种类型的生意 所以他们可能会需要 重新回到实体去 疫情过去两年多 带来巨大考验 如今虽然已逐渐的步入新常态 但也仍充满变数 商家在后疫情新常态下 最好以线上线下的模式经营 以保持灵活性 应对任何突发变化 大数据新势力 我们下期见 现在时程有决 就不到这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再会 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